你好 歡迎收看6月19號大華聯地方新聞 我是李慧 華聯現在19號新冠確診案例難得再見佳麟 現場學政委特別強調 請問不要因此輕忽 還是必須要保持警戒 堅守防疫 而第二梯次的疫苗從6月21號開打 對象是83歲以上 還有原住民78歲以上長者 希望民眾可以陪著家中老大人 前往指定的地點來施打疫苗 根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所公布 華聯今天是零確診 睽違九天 華聯縣19號難得再見佳麟 沒有確診個案 但縣長徐政委也提醒鄉親 不能因此而輕忽 還是要保持警戒 堅守防疫 在這所有的家族確診的案件裡面 無論是從外地回來 在不知情 自己也不曉得的情況下確診 在家庭中又傳給家人 而在這個家族的聚會中又傳染給親友 讓親戚的家庭以及友人的家庭也得到確診 我想這都是一個非常非常的遺憾 而且都是第一個 我們個人的防疫沒有做到位 第二個 我們在疫情期間沒有遵守 不群聚的規則 所以在這裡 正位要大聲疾呼 也要再一次拜託大家 人命關天 不可輕忽 只要有人通報 一定進行採除 花蓮縣第二梯次疫苗將從21號開打 對象為83歲以上 原住民78歲以上長者 以及洗身患者 而針對秀林鄉從德村樂區 施打年齡則瞎修到75歲以上長者 及65歲以上原住民長者 希望民眾都能配合一庭二胚三送的口訣 那我想最近很多的長者 聽到施打疫苗產生的一些問題 所以會有些恐懼跟害怕 甚至有些疑慮 因此我們在今天提出一個 長者施打疫苗要注意的一個slogan 一聽 二賠 三送 聽 聽什麼 聽醫師的 所以我們在施打疫苗的時候 醫師會做評估 同樣的 如果你本身是具有麥犀病的長者 其實你可以打電話 給你的所謂的平常看診的醫師 然後跟他討論一下 你是否適合打疫苗 或是你適合打什麼樣的疫苗 其實可以聽醫師的建議 然後來做一個決定 第一個 二賠 二賠是現場一直不斷在重複 在強調的 就是在打疫苗的過程中 家人一定要陪伴 而且最好呢 打完之後還要來關懷48個小時 那第三個是三送 三送 什麼送呢 就是如果有不舒服 就要立刻送醫 那也就是說 當你打完針之後有過敏的現象 就是你可能有出疹子 或是有血栓的產生 就是你可能發現到說 身上有一些子斑出現 或是一些不正常的異常出現 甚至有胸悶胸痛的時候 請趕快送醫 19號華蓮沒有新增確診個案 累積病例停留在68例 而其中33人已經出院 35人還在住院治療當中 居家隔離人數143人 想要度過這波疫情 還是得靠全民努力 防疫不從血 記者 許立晴 華蓮市報導